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 来到TPBS 少康战情室 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 有新党主席郁慕明 郁主席 费荣泰委员 李乃津小姐 陈锦俊秘书长 还有王敏生议员 当然这两天李登辉前总统 不知道为什么 他到日本去发表演讲 看起来这次获得蛮大的欢迎跟回响 因为日本人看来很高兴 人会去 赞美日本又间隔群岛 日本人很高兴 大概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前总统 会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讲这种话 那也就罢了 然后他又现在有两种讲法 一种是他投书 一种是他接受专访 日本一个右派的杂志 是Voice 那李登辉说呢 这个 说什么 李登辉说日本曾经是台湾人的祖国 所以台湾兵帮日本人打仗 是帮祖国打仗 帮祖国打仗 所以没有抗日这个事情 因为马英九有说 开始的时候台湾人死了20万 因为要抗日等等 还有很多的抗日英雄等等 因为没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是替祖国打仗 哪有什么抗日这个事情 而且李登辉还说 说慰安妇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最近有一部电影 蛮有名的 就满 大家满在传送的叫做 《卢尾之歌》 因为卢尾压倒了不会断 这是圣经 是一个圣歌来的 压伤的卢尾他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他不熄灭 那就讲这个台湾慰安妇的这些经过 所以马英九建议 李登辉会去看看 这个卢尾之歌片子 好 那么同时马英九很少 这么重重的 我们先看 这个Voice的月刊 是1997年12月 到现在已经发行超过300期 是松下信资著 创办的这个研究所 来出版的 是综合的杂志 政策 经济 国际关系 科学 反正包罗万项 每本卖700日元 台币184 那这一集 李登辉做标题 叫做日台新联系 暮开 意思就是说 台湾跟日本 现在日本跟台湾 有开启了一个新的帷幕 新业展开了 由谁展开 由李登辉来展开 就这个意思 因为李登辉讲话完全不同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相关新闻 前总统李登辉上个月刚访日 当时一具钓鱼台属于日本 引发风波 还有二部曲 最近他投书日本的右翼媒体 称二战时候 台湾同胞都是日本人 都是为了祖国而战 还说70年前台湾属于日本 既然是同一个国家 对日抗战 当然不是事实 先写抗战变成祖国圣战 敌我错乱 情何以堪 总统马英九罕见气到停下脚步 痛批卖台入国 出卖台湾 羞辱人民 跟作践自己的昧日言论 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痛心与遗憾 立刻收回这句话 并且向国人郑重道歉 我在以前 在中常会曾经提出过 开除李登辉 我发现我做的还真是对 开除李登辉 我说不忠不仁不义 就事实证明他果然是个日本人 名字叫做眼里正男 人家以前有人骂他 不是我骂他 骂他老欢天 我发现还真是不错 李登辉总统的意见 其实是他个人的历史的经验 我们这个社会 在今天还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历史的记忆 那么对历史也有不同的诠释 那我们就要抱持一种相互包容的态度 被视为墨绿的柯文哲也讲到激动哽咽 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台湾子地出征18万 在南洋死了3万 历史就是历史 尊重中华民国的历史 但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前任元首 却把曾经不共戴天的仇人当成祖国 挑起国仇家恨最敏感的神经 我今天去查了半天 有没有殖民地叫 殖民他的国家叫祖国的 好像祖国通常不是这样用 那印度被英国殖民过 马来西亚被英国殖民过 他们也没有叫他祖国 查一下一般叫做中祖国 一般会称他是中祖国 但是很少叫祖国 所以李登辉这样的用法也是很特别的 来 玉主席怎么看 李登辉说的话有很多是错误的 但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来跟他来谈很多 第一句话错 所谓台湾同胞都是日本人 这句话完全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在抗日的时候 也有台湾同胞到大陆去对抗日本 那么也有台湾同胞并不认为 他是被这个日本政府认为他是日本人 可是增兵增去东南亚国家达或者慰安妇 所以他讲的话里边是是而非 刚才你讲的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日本人跟日本政客 台湾人跟台湾的政治人物 我们必须要都分清楚 他或许说来来说了 他说他刚才蔡主席他说了 他说他个人意识要什么包容尊重 那我不晓蔡主席你对我过去讲的话 你有包容尊重吗 这个就是一种大家双重标准 这个社会我们是希望很理性来谈 所以我可以把李登辉讲的这段话 说因为你的内心上 你是非常充满了儿童时代的一个深刻印象 所以到了老年人以后 你过去的现在的记忆不行了 可是long memory 长记忆 他马上显示出来 所以显示出来年轻时候 那种崇拜了 那种期待 那他就把这个话说出来 那是你年轻时候 可是不要忘记 你不是一般的中华民国国民 你是真正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总统的 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跟日本人 我们跟日本 我自己的媳妇 他们也是日本的 那我们觉得对人民跟人民之间 媳妇是日本人 他的家属 所以像我孙女 她现在日本话说得很好 那个我们对人民跟人民之间 我们可以接受 可是你对日本政客发动侵略战争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而你担任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今天居然说这个话 我就拿一个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把重点 有时候打得比较正确一点 我不讲他其他的意识形态 我想你这个人的诚信 请问马总统刚才说了 说出卖台湾 我希望马总统要修改几个字 马总统是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应该是出卖中华民国 那请问你当任总统的时候 你有宣誓 李登辉也宣誓的 那中华民国的这个总统 宣誓的时候 他向全国人民宣誓 因此如果有违反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所以你不能够说 你今天是个台湾人 说台湾过去被日本统治 所以他是个日本人 所以替祖国打仗 那你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也宣誓过 那我也有几张照片 我想让大家印象深刻 我们要批评人 我不想乱骂人的 我批评大家 大家请大家 全国人民 请回忆这几张照片 一个是1988 77年的 一个是1990的 那么这两张照片 那个时候都离洋港担任监视员 那你是正式向全国人民宣誓 你今天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那我们 我觉得我不要激动得很 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有资格吧 那你说了 他有说过 他在2002年吧 2004年 他有说过 他说 有人说 你是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今天拿这个封路 李裕 那你应该退回 他说我为什么退回 我不是拿中华民国的 我是台湾人民 疼惜我 给我的 那今天你都说 台湾人民是日本人了 那你今天是要祖国了 那你就应该到日本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 很理性探讨 来追究他 说谎 违背誓言 追究他 享有特权的 这些的礼遇的 应该要做一个适当的处置 怎么看 当然 那个义主席他会很气愤 他长期主张是 中国跟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是要统一的 这个 这一点我们也是尊重 对不对 就是有言论自由 在常会整个一个 民主政治当中 那李登辉相对的 我们也是尊重他的想法 因为李登辉 经过整个一个 四个大概 如果这样算 应该有四个朝代吧 对不对 第一个是台湾被日本殖民 那个时期吧 还有国民政府来的时候 还有面对在当总统的时候 还有现在民主开放的时候 这个四个朝代 那刚刚义主席也讲对了一点 是说李登辉总统他大概停留在当日本人说日本那个时代 因为他有改名的日本 所以变成说他对日本那种憧憬是很怀念的 可是刚刚 郁主席讲说不要忘记他是身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这一点我是认定 所以他用他的观点经过四个朝代去回想那个年代 可是他是一个经过台湾中华人民 中华民国人民所选出来一个总统 不应该用这种很轻率的语言讲说台湾人民是祖国 就是日本 这一点话我想大部分不能够接受 因为历史会有很多一个史观会记忆 他的记忆的历史的史观是那个阶段 可是那个阶段的史观 并不是代表的所谓的台湾整一个历史的史观 这一点是我们要弄清楚 就好像我们也知道说新加坡他也受过英国来统治过 可是李光耀也不能说我的祖国就是英国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受过荷兰的统治过 受过日本的统治过 可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这个是确定的 这整个宪法规定就是这样子 不能讲说我们的祖国是日本 那这一点话我觉得说不知道他什么想法 那有一点他讲的话 他的语言或者有一种跳跃式的 我说实在我也听不太清楚 但我是尊重 但是我不同意 好了 因为郁主席也是医学专家 我觉得心理学有一种反主现象 就是又回到他那个少年儿童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此 因为李登辉他自己讲他这篇访问 他说他跟他哥哥都自动的去报名 日本的陆军跟海军 那哥哥不幸战死了 所以还现在供奉在这个 经过神社里面他要去拜 我觉得他如果拜他哥哥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去批评 因为他自己亲人 那问题是 就是说你李登辉你当过总统 那为什么还讲这个话 是不是他从小的 因为我刚刚去查一下 那个时候台湾人大概有400万人 真的能够做黄民的 他也只有2 30万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选做黄民 那也是要挑的 当然时间久了也许 再过50年 100年也许 20万变100万变200万有可能 他要从少数人去推 所以那时候黄民大概最多2 30万 400万你们其实并不是 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黄民 所以也不见得所有人都认为 日本人是祖国的 可能李登辉会认为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这样认为 我又去查了一下 当时日本人 日本人把台湾兵 大部分是派到南洋去打仗 很少派到中国战场 可能日本人还不太相信 但是日本人派了很多台湾兵到海南岛 日本人对海南岛很有兴趣 大家觉得那种物产很丰富等等 有好几百个台湾兵 那时候反正 起义 起义去投向国军 投向国民党的军队 所以所有的台湾兵都认为说 自己是为祖国打仗 我看可能跟事实也有蛮大的差别 那可能李登辉觉得说 他年轻的时候 投效 报效日本陆军 一心要为日本他的祖国的卖命 结果居然二战打输了 打输了以后 整个李登辉作为一个日本皇民的梦 通通破碎了 所以搞不好从那个时候 李登辉心里就恨你们 气你们 可能是到现在为止 终于找到机会骂你们一顿 来 洪大兄怎么看 我想李登辉这个时候任主归宗 如果说是个人 我真的无所谓 我想大家都有个共识 他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他现在拿的是中华人民 缴税给他的退职总统的礼遇金 我觉得他应该 当他选择他认为他是日本人 他就真的是 你还应该放弃 至少放弃他这种礼遇 否则让我们出钱的人 大家心里觉得 我为什么要去养一个日本人呢 你可不可以给我任何一点点理由 好不好你放弃后 日本人政府说我们养他 可以啊 可以啊 没有关系啊 因为到时候在国际法庭 打官司的时候 李登辉会出来作证 间隔群岛是日本的 对台湾伤害很大 我们也不得不谈一下蔡英文女士 蔡英文女士现在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当然他可以这个 可以很凶 这个坦凶讲说我们要去包容 问题是你包容的是一个前总统 你多么伤了很多人的心能 这个我在想啊 这个当然蔡英文可能他骨子里想的 他跟李登辉想的可能也是类似 这样李登辉的两国论 也就是我们蔡英文女士所起草的 我是觉得一个是前总统 一个要选总统 甚至可能会当总统的人 可不可以给中华民国一点尊严 你当中华民国的总统的人 或想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的人 居然你说你的日本是你的祖国 或者是你包容这样子的言论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听很多人 我今天碰到很多人 大家就觉得说 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要当总统的人 当过总统的人 或要当总统的人 你满脑子都是日本 好 这点请教王一元 也是发言人 来 请说 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现在 我们这块土地 其实台湾人 其实来自各种不同的地方 我们大家都有各有各的历史记忆 那当然也有38年 共产党的状况 我们来到台湾的人 也有早期定居在台湾的本省人 比如说像我 我就是长期住在我选区 文山区 我已经到第八代了 两百多年了 那因为我们被日本打 被日本 清朝被日本打败 我们被迫接受日本的殖民 那也有真正最早定居在这边的原住民 那包括平埔族或其他各族 我想这些还有甚至早期荷兰治理的一些外籍的后裔 我想这么多类型的台湾人 如果他们有经历过日治时代 那我想回到那个历史脉络 当讲到抗日的时候 甚至要对抗国家 对抗的国家是谁 我们可能都不是很有那个概念跟印象 那我想李前总统有他的历史情感 以他用他这样特定脉络来解释 这样的历史观点 我们只能说予理解 但是我想历史是多元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塞德克巴海里面的原住民在抗日 卡诺电影中不同原生地的日本人 因为那时候在加农面的所谓的原住民 他还被归类成是日本人 所以进军夹职员 那我说 那甚至讲要高杀义勇军 这样抗日的过程 甚至之前2006年为了要拆那个在乌来的纪念碑 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想我觉得他对这些人来讲 你说要抗日 他们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如果回到那时候问那些人 那所以我就说 如果假设以这一次的克刚的争议来举例的话 当如果有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程序 将历史的史观定于一尊 那我想他是为特定或少数的族群服务的历史史观 那我想这个是经不起检验的 那所以我就说 单一个单一的历史史观 是无助于说 我们在不同族群的人互相理解跟接纳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尊重 比如说郁主席的观点 我相信其实你表达 我们也从来不会说 郁主席你这样不行 我要跟你抗议 抗议到底 然后每天跟在 如影随形 跟在郁主席身边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是没有办法完全认同李前正宗这次的说法 我想以我的背景 如果以我现在这个世代来看 我们生在台湾 长在台湾 我们认同也是台湾 那所以你说 日本当然不是我的祖国 中国也不会是我的祖国 所以我觉得历史的观点 我们必须要多方多元的去理解 好吧 现在只是 其实大家都讲法差不多了 只是有两个观点 第一说李登辉 以他作为卸任中华美国总统 该不该讲这个话 假如是一个普通老人你就罢了 问题是普通老人 声音也不会访问他 不过我觉得蔡主席他讲的 也不是说真的 他可能对于李前总统 这整个个人的言论 他也不一定完全认同 他讲的是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蔡主席的态度 好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了 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回到绍康战情室 好 我们看马英九说出重话 说李登辉是羞辱人民 坐鉴自己 应向国人道歉 马英九很少这样讲李登辉 因为李登辉当年 曾经举起马英九的手 说先台湾人 所以从那以后 马英九对李登辉 有一点感恩图报了 就是很多事情 他都不批评 也不容易讲 很少看他这一次 这么沉重 讲这么重的话 乃金怎么看 我觉得李登辉的言论 然后激起马英九 总统这样的反应呢 总统的反应是非常恰当的 因为昨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总统府的反应呢 主要是在针对 慰安妇的问题 那因为李总统 他在这一次 他整个 他去日本访问 然后在这个 二四世界大战呢 结束七十周年的 相关的这个言论上面呢 他是非常符合安倍政权 以及右派的 这种历史的言论 那就对于一般人来讲 是的 就是一般人 你当然可以有 你不同的历史的情感 你在曾经身为这个日本 这个日据时代的时候的 日本 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民众 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历史情感 但李登辉没有 而且我也不同意 就说因为历史的诠释 有什么多元的角度 所以我们应该要包容 我觉得蔡英文呢 也没有讲这个话的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 在于是 因为这个对象 叫做李登辉 史明可以有他的言论自由 史明主张这个台湾独立 台湾人四百年史 他主张中华民国呢 都是一个外来殖民统治的政权 但李登辉他不行 所以马英九总统之怒 我觉得是应该的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对于一个前总统如此的作践 这是践踏 他践踏的不只是中华民国 他践踏的是中华民国国民的自尊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在这个政治立场上面 你可以主张统一 你可以主张独立 但是在这个 对于中华民国的这个定位上面 我觉得所有的参选人 以及即将可能要成为 中华民国总统人 他是没有退却的 李登辉在现在的 这一连串的言论呢 我觉得其实验证了李登辉 是一个贪生怕死 爱慕全力的人 他的人生的经历呢 都跟当权者站在一起 如果说他在这个日本的殖民时代 他如此的以身为皇军 大日本皇军 陆军为荣的话 那日本战败的时候 他怎么没有表示呢 他曾经是这个共产党的党员 然后后来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他退出了共产党呢 他在他的人生的黄金的阶段 在他的青年的时期的时候 他在国民党的政权的底下做事 他曾经为了争取过台湾的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做过什么事情吗 没有 然后后来呢 王作荣推荐他 他也就加入了国民党了 他当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之后 他为了他的政治上面的权力 所以他可以成立国统会 他可以有国统纲领 然后他可以为了要跟这个中国大陆呢 打交道 然后有一连串的跟中国大陆 有密使的会面 然后有92年的这个香港会谈 然后后来有孤王会谈等等 然后到他的卸任的前夕的时候 他也要为了他的下一代的 这个领导人来定调 所以搞出了这个两国论 然后现在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 政治上面的理由 他要是去如此的 真的是践踏中华民国 践踏我们整个的国格 国民的尊严 然后去说出那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很难想象 今天这个是 不管是韩国的 韩国也曾经被日本殖民过 有任何一个韩国的这个大统领说 我们当时是为了祖国而战 会是这样吗 不会吧 口水都怕淹死了 傅建宗今天在这个报上 在中国时报写了一篇 他说当时中共驻美国的大使 李肇星曾经有一次 在一个新闻简报会上 大骂李登辉叫做叛党叛国 那他这个党当然是共产党 那时候还不是叛国民党 那后来也叛了国民党 当时其实讲的是共产党 那叛国他讲的大概就是 说调一台是日本人的 李登辉他讲哪些话 李登辉说 因为马恩九最近大概对于 抗战胜利光复70周年有些活动 比如颁发一些什么殉章给老兵 或是这个政训给一些 当有功的人或是这个 这个颁一些包扬令 那李登辉说马恩九这样的目的 是要骚扰日本讨好中共 而且李登辉还故意讲 还故意说 看来习近平也不会因此 就欣赏马恩九 对马恩九还是有不好的批评 那另外呢 他说又提到九二共识伪造的产物 说我都不知道哪有这个事情 然后未安妇问题已经获得解决 所以总统府很生气 总统府说这句话不是无知 就是冷血 连日本人 连安倍在70周年 他们的所谓的中战 70周年发表的话 都不敢讲 未安妇是自愿 都要讲要对这段历史 要这个 就算没有道歉 但是基本上也都 都没有绝对没有人敢讲 所以那都是自愿的 谁敢讲 日本人今天也没有人敢讲 这是自愿的 那马英九 洪秀柱 蔡英文 宋楚瑜 柯文哲 都有对这个事情发表 各自不同的看法 那么 当然这个李办 李登辉办公室 说 说现在呢 只是借着抗日议题 围剿李登辉 因为国民党选情不利 所以用这个呢 来作为这个选举的这个造势 那 孔修柱说 李登辉是不忠不义的老环爹 那现在问题是说 要不要把李登辉的 这个忧郁给他取消 你刚才提到说 李登辉的忧郁给他取消 所以我看国民党的立委 说要删李登辉的忧郁 那新党要告李登辉外患罪 新党要告外患罪吗 能告的成告 上次 为了上次 那个调音台的事件 要我们要补成那个 告的那个证理由 告发的理由 我们还要补那个件的 那么主要我认为说 单单道歉是不够的 这一点 那刚才两位 你说的是叫谁 李登辉他又不给你道歉 不是啊 刚才马云九 所以叫李登辉道歉 李登辉也不会道歉收回 不够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有 可以有各种的 这个不同的主张 但是呢 我们是民意代表 我们并没有抓行政大权 那李登辉是做过的 所以他今天说这些话 基本上是台湾奇迹 过去台湾奇迹 政治奇迹 民主 经济奇迹 什么四小龙之首 现在又搞了一个这个 说自己国家的元首 承认说他的祖国是 是日本等等 所以我认为呢 道歉是不够 作为一个新党 我们认为人民有权的 因为刚才我也说了 他只有宣誓 他是向大家宣誓的 那他今天是违背誓言 所以关于忧郁这些 是应该停的 那么我认为 我们也看了有法令的规定 下礼拜我们会 监察院去弹劾 要求监察院行使监察权 那么像这些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起来他们讲话 好像都好像可以去淡化他 包括参选的人也好 候选人蔡主席 包括其他的讲的 都是不痛不痒的 李办今天说的话 我今天在记者问 我说我愿意跟李登辉来辩论 当然他不会跟我辩论 但是他年纪大的 至于他的记忆错误那些 不是重要的 我不会跟他辩 我就从他讲的 李办说 从还原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那就不要选择性 历史没有停在哪一个点 历史没有停在哪个点 所以李登辉是 现在年纪大以后 他的停在那个点 就是当年日本人去从军 为祖国打仗这一点 可是不要忘记 这段历史在往前 就是马关条约打输了以后 隔让台湾给日本 这个也是一个历史 然后等到抗战胜利 台湾在接受日本的受降 所以用李登辉的话 来讲他的话 台湾是日本国 祖国是日本 因此台湾人是日本人 好 那你今天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投降 天王宣布投降 那台湾 台湾的人是投降的 所以假设以这个角度来讲 你不能停留在这一点 你要停留在往后 中华民国政府来了 到台湾 从保卫台湾 建设台湾 这个历史 你不能去忽略掉的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非常公正地看 过去的这段历史 有功的不能抹杀掉 不能老是一下子就骂国民党 国民党是外来的 中华民国政府 是外来的政权 国民党是个腐败 不要忘记 国民党对台湾的建设 也有功劳的 所以要谈 从历史 还原历史的角度看问题 我希望我们 意识形态可以不一样 但是对于 回归历史的真相 大家必须非常 严肃地来看待 那个时候 日本天皇明治宣布 日本战败 这个日本人民是要 要跪下来听的 在各地 台湾也是 广播以后 要跪下来听的 所以我在想 李登辉那个时候 有没有跪下来 有没有哭 如果说以一个 皇民的心态 一定很难过 怎么会战败呢 会有没有哭 其实有时候可以问我李登辉 谢谢大家 现在就是到底要不要 撤李登辉的礼遇 我们看 这个 卸任政府领导人 涉犯内乱外患罪 经全体立委三分之一提议 二分之一同意后 停止礼遇 那当然现在 有没有患内乱外患 因为它是言论层次 到底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涉 这我想在法院上 会有争议的 不过在立法院 到底你们现在已经提案了 那 人数够吗 我还不太清楚 这是由李学章委员 他今天早上也开了 开了记者会 他在重塑 在好像他已经连锁了二三十位了 这个要 我想这个事情 要四十几个 这个事情从昨天 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从昨天到今天 这个发展 因为他那个李学章的之前的提案 还没有发展到昨天这个地步 到昨天 他只为了钓鱼台那个时候 没错 没错 我想发展到他认为 日本是李登辉 李登辉认为日本是他祖国 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大概会主动去做这个联署 我想真的李登辉 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你当总统不可以讲这种话的 你的国格到底在哪里 你当过前总统 所以我对蔡英文女士也没有任何的偏见 但是你想要选总统 因为可能现在民调是最高的人 你也去认同李登辉这样子的主张 我是觉得 我觉得你有种就不要选这个话名 他没有认同 蔡英文讲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子 他的大概原因是 他不是去认同李登辉这个主张 大家回想看看台湾这个几百年的历史 我想身为台湾的那个悲哀 就是台湾400年的历史当中 接受不同外来的统治 说每一个人都停留 那个被统治时代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史观论定当中 那这是不是台湾人的悲哀 所以台湾会给下一代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史观 现在也是一个未定论 对不对 所以政治人物一个九十几岁 这样吵来吵去 我想说这个叫大提大作 你应该是大提小作 九十几岁一个卸任的总统 他讲是用包容心来听他讲而已 你如果说要去吵 又激起更大的对立的话 那台湾要怎么办呢 台湾要往前看 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史观呢 是不是一样就吵吵闹闹闹 这样逗来逗去 几十年都这样子 如果史观都是有本这样子的话 我想台湾乱不了 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 我们过年 过中秋 端午过中秋 马上又要过中元节 我们信奉 绝大部分人信奉的是妈祖等等 我想这都是来自于中元文化 刚才敏森讲说他们家是第八代 第八代我想在台湾大概是200年左右吧 200年左右 台湾确实是绝大部分是 原来是我们平埔族或高山族 现在叫统称叫原住民 再加上汉人来嘛 对 这里面的文化 你怎么会 你怎么 这里面我们充满了中华文化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生活 从生活层面 这个没有人 所以我是不是说不要大提大做 就大提小做 他讲的没有人 我一直承认说台湾人是日本的 我们失败了以后 日本是台湾的祖国嘛 没有人会认同这样子 被日本强占了这五十年 你当过 你是当过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你居然说日本是祖国 对啦 现在最关键是他做过中华民国总统 我们看这个抗日的将领 后代是傅达人 我现在不知道傅达人是抗日将领的后代 我现在才知道 所以他看他怎么讲 李登辉先生讲这种话 他是把台湾要卖给日本 卖国 然后呢 我们号召所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人 起来 收回他的身份证 把他的礼遇停止而让他赔偿 好 那么当然蓝颖这边说要提 这个废查礼遇了 不过他也发了新闻稿今天 他叫做第九任卸任总统办公室的新闻稿 这我是第一次看到是用这样的名义 第九任卸任总统办公室 不是说卸任总统李登辉办公室 他说 这个李登辉接受这个杂志访问 他现在说不是投诉 是访问 所以现在要是投诉还是访问 应该把它搞清楚 是主要针对台日未来两国的经贸合作议题 那经贸怎么扯到这个东西了 那另外这个礼办是说 说蛮久执政到现在经济衰退 所以现在见效转生气 见效转生气 想借题发挥 以转移执政无能的焦点 并企图拉抬选情的做法 其操作选举的企图昭然若解 来来来来 都是要操作选举 我觉得这个要不要删除 这个李登辉的这个李玉金 因为他这本身背后的政治上面 他是会有后座力的 其实我不是很赞成 因为呢 李登辉的讲的这个事情 跟钱是没有关联的 他跟我们国家的国格是有关联的 跟我们作为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被我们的前总统这样的羞辱 是有关联的 但是我非常的反对 就是说大家在诠释这个 诠释这件事情上面 一直在讲说我们对于历史 要有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包容 所以我们要共同问 不是 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一个 你真正曾经担任过 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你如何看待中华民国 过去曾经被殖民过的那个历史 这个才是重点 而且呢 台湾人的悲哀的是建筑在 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这个是李德辉他在这个 当总统的时候 他在接受这个司马辽太郎 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 台湾人的悲哀 他要强调的 就是从史明的那个观点来看 为什么我们说台湾人历史 才四百年嘛 然后从民政时代算起 然后被这个荷兰人也统治过 然后郑成功的时候也统治过 然后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呢 被割让了 然后呢 现在到了这个中华民国 来接收的时候 中华民国他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李登辉那个时候 所要凸显的是强调的一个 他已经是一个现实的 中华民国体制世下最大的获益者 他要靠这个东西去凝聚台湾民众的共识 去要去拿下的是 打倒这个过去的 所代表的那些 国民党时代的 蒋介石时代的 蒋经国时代的 蒋宋美龄时代的 那些跟他在权力争夺的 外省人的权利啊 所以呢 他建构这个 他建构这样子的一个论点之后呢 他在这个第一任民选总统上的时候 以这个超高票去吸纳了 所有的这个选票 所以台湾人有什么悲哀啊 从这个政治的角度上面来讲 当我们国会全面改选之后 当我们实现了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直接民选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非常民主的 具有民主形式的国家了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节点上 你去谈说 中华民国的过去的历史 台湾过去的历史 你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过 日本占据这个时代 你当时作为一个 曾经被皇民化的一个台湾人 到后来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你如何诠释这个历史 这是关键啊 乃兴所以觉得说 要不要删除礼遇 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这个正确的时光表情 来 明昇怎么觉得 我觉得什么事情 扯到政治扯到选举就复杂了 所以我觉得 那个李登辉前总统 办公室上发说 马英九总统 拉台选情 建设当上去 我觉得还讲 我觉得还讲的 一样大家两边都讲很重 马英九也讲很重 做见自己 结果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蔡主席 他因为他要竞选总统 大家对他都会有放大镜 很大的一个放大镜在看他 我觉得他现在也必须要 就是说他站在一个历史 我们要多元 确实是我们今天其实 纵算是意识形态不同 历史观点也有相同的 但是纵算我们意识形态相同 历史观点也有不同的 所以我说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只能透过讨论 那我想今天我们其实所有的来宾都 对于他这样 对于李登总统的讲法 其实多多少少抱有一些很大的质疑 多多少少抱有一些质疑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停止批判 就是说大家都有各自表达的 那个意见的权利 但是我们在批判的过程中 我们不必要造成激烈的对立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今天刚刚那个 那个陈委员陈民主长也有讲过 蔡主席最大的用意 其实是在后面他讲的那一些 就是说我们之前 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那现在我们因为是一个民主社会 我们有自己行使自己 自由选择的权利 那这才是最重要 在这个自由选择权利当下 我们在历史这样的观点 我们共同来讨论 讨论出一个结果 讨论出一个方向 那事实不要因为主观 而受到责任 我讲我就用你的逻辑 李登辉推出 这是为了选举 李登辉真的是为了选举 李登辉跟台联是画等号的 台联在立法院常常要舞台 有时候民进党未必要 要杯葛什么东西 台联就为了凸显 他是独派的东西 他就一定要去杯葛 所以有的时候 他在立法院牵着 某些手牵着民进党的鼻子在走 他难道李登辉 讲这个讲这个话 他不是要独派的票吗 我们知道独派跟日本 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不对 李登辉 我不相信 他新年没有想 他要拉台台联的选票 台联现在目前的状况 目前很多看到很多民调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所以说民生 我想如果说李登辉 他想把牵扯到选举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台联的选举 我想现在蔡主席 他也不会 就是他全然反对 他也可以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他全然参同 蔡英文现在就可能 他又是要独派的票 我觉得主席今天这样子讲 是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将来总统 他历史观点 也不是总统一个人定的 所以我就说这个状况 其实我讲补充一下 我这样整篇文章给他看一下的话 看昨天晚报看一下 我的解读 其实他不是在选举的操作 也不要 我的看法是都认为说 他是在操作 他自己心目中那个两国论的东西 他这个才是他的重点 他一定要把台湾跟中华民国 画上等号 中华人民国画上等号 他也讲说 蔡英文所讲的维持现状 就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要把蔡英文维持现状的 然后牵进来 其实蔡英文维持现状 是维持两岸的和平 自由稳定的发展这些现状 你看他整篇的内容 就是操作两国论 其实 现状不能维持 因为李登辉这一话 一讲了以后 他那个蔡英文原来的维持现状 就要往日本倾斜了 所以这个现状 不可能维持 可是就是蔡英文的主席那边 或者我们的发言那边 已经把维持现状 定义得非常清楚了 那这个可以显现说 那个李登辉 他心中最主要的历史观点是什么 就可以检讨出来 无音乐话就好 因为这个反而就是 因为秘书长提的这个话 李登辉讲的那个话里面 这句话对蔡英文的伤害最大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本来是要维持一个模糊的 你可不可以把蔡英文拉到 就是台主那边去 不过李登辉再怎么样 他是卸任了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无论是什么 你都要想到 你卸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 而不能到日本那边 或是投书或是接受专访 胡言乱语乱讲一通 书下载回来 我是邵康 为你回到TVBS邵康战区室的现场 宋楚一世的选举 现在是有备而来 绝对不是临时起 你看那个广告 一直接一直推 先是什么泼泥是吧 现在又刮胡子 我们看一下 让我好看 就是挑衅 我以为先把自己武装好 就是把胡子刮好 那样的坏处是 我会把批评我的人 一律看成是敌人 颠覆耳熟能详广告词 刮别人胡子前 先把自己的刮干净 宋楚一用刮胡子反省 曾经制造的台湾对立 更为过往曾经存在着 伤害与撕裂 眼眶泛红 鞠躬道歉 我的道歉来得太晚 我觉得宋先当然了 他这一系列的广告 都做得不错 而且都还蛮有点的 而且都牺牲色相 是 泼泥 刮胡子 通常人家做得不上 会上镜的 是 表示说宋楚瑜 在这一次的选战上面 他真的是有非常大的 这个雄心壮志 说他只想是当劳二 然后这个劣解国民党 恐怕也不止如此 先增劳二 是 就是非常地有 这个企图心的希望 能够赢得这场的选战 但是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宋先他并不是在政坛的素人 他不是柯文哲 所以大家对于他过去的历史 从政的这些的经历 都有太多太深刻的印象了 所以一支广告片 是没有办法打动人的 十支呢 一支接一支 是没有办法的 他曾经要为了割裂 撕裂这个台湾盗窃 那他是不是第一个 要先和解的对象 是谁呢 是马英九呢 还是谁呢 就是他们过去 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 他要基于一种 比较仇恨性的言论 来批判这个国民党 来批判这个马英九 那他曾经对撕裂台湾的伤害 是在哪里呢 是他在当这个李登辉的 最重要的左右手的时候 他们当时挥出了什么样的棋 去伤害了所谓的非主流吗 他在这个任何的 这个选战的过程的操作里面 在选举的这个里面之中 他曾经使了些什么样的手段 伤害了什么人 他要把话说清楚 然后呢 要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 不是能够单靠一支广告片 他如果要跟你这个和解 你要不要 对我来讲我是可以 但是我要给所有政治人物两句话 包括我自己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说过必留下记录 所以每个人都要谨言慎行 好吧 另外呢 这个最近有两个省 南部叫做赖省 北部叫柯省 那好像柯省跟赖省 最近言语有一点不太对盘 看一下 台南市长赖清德可不满意 跳出来有话要说 是两岸一家亲 那中国是不应该要把飞弹对成我们 应该是互相 既然是认定是两岸一家亲 是亲戚 那没有说亲戚是用飞弹 来要打对方的 赖清德直言 两岸只能说是远亲 如果真的要两岸一家亲 大陆应该先撤飞弹 不然恐怕沦为统战工具 大佬开口 绿营人士纷纷质疑 柯文哲落九二共识圈套失格了 第一时间面对提问 脸色铁青不愿多谈 再问柯文哲澄清自我观点 两岸一家亲对我来讲 这是一种态度的表示 就是我先表达善意 那当然再来就是看 中国大陆要怎么处理 OK 所以我认为 賴清德讲的也没有错 来 林俊兄 柯文哲讲这句话 我想对民进党 或者对台独基本教育派 确实是一个伤害 因为台湾你看看 它有反分裂国家法 非战对准台湾 对台湾也不是很友善 与中国来讲 所以这些对民进党 或者台独支持者会有伤害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说以柯文哲现在一个所谓的当红 一个新的政治人物 他为了要去上海做两岸的交流 他不得不 这个也可以体会 所以我在看说 政治人物这是一个善变 那我们从这个政治人物来看 往前推 我看宋楚瑜的这个政治人物 陈水平这个政治人物 跟李登辉这个政治人物 这是我从这以来 我从里长干起来 好像二三十年来看 台湾最神奇 而且最神的三个政治人物 就是这三个人而已 那现在加上柯文哲也在学这个模式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政治真的好好玩 但是不要玩过火了 不过我今天也在想 好像最近世界的情势都是这种 特奇能异士之人的才出的头 希腊那个齐普拉斯你看 现在要解散国会了 一月才选出来 搞完公投 现在要解散国会重新选 美国的川普 今天民调 只比希腊的小六个百分点而已 共和党 连他的一半三分之一都没有 都是讲话 白目然后乱讲 讲得很 这些人一个都冒出头来 显然这个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 奇怪的社会才会产生这些奇怪的后觉 但是这个奇怪 这个社会没有按整个一个政治逻辑在走的话 我一直强调说 这个对国家绝对是一种伤害 我觉得现在就是两岸交流 大家都有共识 我们不管哪一个政党 大家都是说要交流 因为现实状况就是这样 但我就说 刚刚那个秘务长也有讲 他们飞弹威胁我们 国际空间打压我们 其实我们讲到两岸一家亲 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全身好像就是那么不自在 那我要说 柯文哲你今天既然说 我要先释出善意 我觉得OK 因为两岸交流 我们本来就是要有善意 你要先释出善意 那你说的那句话很重要 那接下来就看中国是怎么样的态度 那如果中国还是不友善呢 那你柯文哲你要修正吗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要说清楚 否则你这样还是会被人被他认为说 你只是政治人物政治语言而已 搞不好北京说 柯文哲很友善让你来啦参加等等之类 搞不好就是友善看怎么定义来来来 我想賴清德賴神说出了民进党的心声 所以蔡英文说要维持现状 从跟賴清德讲的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希望蔡英文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不要用骗选票的 你如果当总统 你是支持柯文哲的做法 还是支持賴清德的做法 只能选一个嘛 对不对 所以他的维持现状就如同刚才我们郁主席所讲 那是会变的 当李登辉讲说是日本是台湾的祖国的时候 当賴清德又表示这么强硬的态度的时候 我不相信蔡英文她的骨子里 真的是要维持两岸的现状 不是的 新党不是成员的血 新党是过去走的路终于也被肯定 所以蔡英文说维持现状 实际上没有 过去我们去韩两岸一家亲 现在柯文哲市长也去韩两岸一家亲 哪天说不定蔡英文主席也会去 韩两岸一家亲 这个賴清德在里面讲 他想说台湾民族 所以我们跟中华民族 香醇 值得品味更久